接下來來看一下,開發環境蠻重要的 最好是環境可以帶著走 而且任何地方只要是 減壓縮打開就可以開始寫生 那大概是最好的 那當然相較於eSale 我覺得eSale真的 這個VBA這個東西 會利於不敗之地 我覺得它已經內建了 有沒有,直接就把它放到那個裡面 那之前曾經有聽到一些風聲是說 ESale想要把VBA換成Python 也要以後打開,開發環境變成Python 但是好像有聽說 但是一直都沒有看到更改的這個 可能也是 我以後應該想說 那Python畢竟不是它輕生 它敵傳的啦 所以它可能好像把它換掉又不太OK 不過未來會不會變成別的語言 也很難說啦 瞬息萬變 因為委員我覺得它這幾年其實還蠻 怎麼講 蠻彈性的 比較不會像早期 就是一直排 排斥別的那種應用 OK 所以未來怎麼樣很難說 那目前來看 ESale裡面就是用VideoBasic 那如果你要在上面寫 就是寫VBA 那如果你是在Python裡面的話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它主要我在第一個 這個 雲端白板裡面 這邊 將來請各位慢慢習慣一下 雲端白板第一個單元 打開來之後 我上面有一些敘述來 大家知道一下 那其中的話呢 主要是要便利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方式 就是用懶人包 OK 所以這個我把它加一個底色 懶人包 那記得 解壓縮 將壓縮 解壓縮到低跌 OK 所以呢 預設是低跌 但是如果你是C跌 那可能就要多一個步驟 什麼步驟 就是把那個 設定的路徑 要改成C跌 不然的話會出現錯誤 哪邊有錯誤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 底下的話呢 我剛剛有提到一些證照 各位如果有興趣 這邊有個連結 所以自己可以點進去看 那目前的話呢 這個證照部分的話 以Python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 你們看程式語言這麼多 Java這邊也有 夠以語言 這應該新的吧 然後再來的話 就Python OK 那Python目前的話 總共有 應該四張吧 這邊有個基礎的 這個應該最簡單的 這個第二 這個第三 那跟我們這個課程 比較相關的應該是 這三張吧 然後再來呢 這邊也有個AI的部分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 這個證照的話 主要就是他把題目都公佈給你 然後你把它練熟 他就從其中的幾題 比如說像一、二類 他就是一類實題 他就實題裡面抽一題考你 然後呢 是考上級測驗的 不是考選擇題 是考實作題 你把它練熟 去考試應該就會過 那其中的話 第一類 第一跟二有什麼差別 其實一跟二 題庫都一樣 只是說呢 第一 它其實 考本 這個 它的題庫都一樣 總共有九類 那 基礎程式語言的話 它是考九類裡面的五類 所以呢 它是考前五類 所以一到五就對了 那這個的話是考一到九 全部考就對了 OK 所以呢 如果假設 理論上如果要考 乾脆就直接考這個 比較划算 因為你如果只是要一張證照的話 你考這個 基礎程式語言 它考五類 也就是說 從五十題裡面 抽五題出來考 考試時間好像是多少 點進去看一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它的考試時間 Python 它有第二版的 這個是之前 之前是五題 現在降低標準變四題 那考的時間呢 是六十分鐘 也就一題 如果考四大題的話 一題大概就是要十五分鐘內要做完 OK 那幾個分數是七十分 那如果舊的版本是 五題要考六十分鐘 也就一題 哇它更短 十五分鐘裡面要把一題做完 等於是說 考這個四 第一個 還非常熟練 你沒有時間去思考 你如果卡住了 你可能就先不要一直想那一題 不然時間會用完 做下一題 那幾個分數 是七十分 所以如果五題的話 一題二十分 等於是說 你有一題不會沒關係 所以如果那一題卡住 其他都會八十分 另外可能 頂多是說 有一題做得不太好 七十分及格 一樣可以拿到證照 OK 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了解一下 然後 另外有一個這個是 九 這個是考 新的又降低了 本來我記得我考的就是九題 因為我有考過這個證照 那一百分鐘內 哇 真的是要非常熟練 否則 真的又卡在那個地方了 還好我考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不算太難 都考一些基本的題型 那至於考哪些內容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我覺得這個考題 設計的還蠻好的 其實跟我們上課的題目還蠻一樣 這九大類就這個 有沒有 基礎程式設計 選擇 就邏輯 回圈 然後進階 函數 串列等等 OK 那題庫其實它都有公佈 等於你就是 把它題目練熟去考試 基本上就OK了 以上七十分及格 那另外有爬蟲 爬蟲好像四大類吧 九十分鐘 OK 大概介紹 如果各位有興趣 自己再細部看一下 如果想要考 你也可以去找一下題庫來列一下看看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就是 第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 我們這個正式的環境部分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那個 環境 已經解壓縮到C疊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C疊底下 應該已經按右鍵解壓縮 有沒有 記得解壓縮至此就可以 然後這邊就有python384 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一樣會有個Scribes 至於好像之前有同學解壓縮 資料不完整 可能要重新解壓縮 不然的話 反正你沒有解壓縮完整 一定不能跑的對了 反正一定要解壓縮出來 那Scribes裡面找到那個Spider 這個 點兩下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一個錯誤訊息 這個錯誤訊息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應該可以看得懂 如果是跳這個 有沒有 因為我預設是低跌 但是因為我現在解壓縮 再解到C疊 所以你必須要修改 它的路徑 改的方法 這個比較稍微難一點點 當然如果你假設你的電腦有低跌 那剛剛那個問題 就不會發生 可是如果你只有C疊 像剛剛有同學只有C疊 那怎麼辦 你看這個時候呢 你必須要先裝一個軟體 叫做Notepay++ 這個軟體是free的啦 所以如果你 我是建議啊 如果你學程式 不會裝 沒有裝這個軟體 強烈建議一定要裝一下 因為這個軟體 基本上是萬用的 你寫Java 寫CC++ 反正它基本上都可以用 像HTML 它也可以幫你做格式化 OK 所以這個軟體我還蠻強烈建議各位 假設你電腦沒裝的話 那你很簡單嘛 你這邊打一個Notepay++ Notepay++就可以 Enter 然後會出現 這邊有沒有download 你就把它download下來就可以 理論上應該下載哪一個OK呢 下載最新的嘛 這個嘛 然後download這個 最新852嘛 然後這邊有64位 理論上應該下一 環境中64位 你就把它下載這個吧 Installer 就是下載之後 然後把它安裝起來 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 然後呢 下載完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去修改剛剛那個設定 如果你假設跳出這個錯誤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D改成C 那為了要把D改成C 我們需要有一個環境 就是Notepay++ 按右鍵 如果你裝好之後會出現這個 Edit With Notepay++ 這個選項 然後呢 你就把它 按右鍵 Notepay++ 點下去 它就把這個執行檔 把它打開來了 OK 它們的download不要download OK 接下來我建議啦 你直接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應該是倒數的第2 4 6 8 10 11行這邊 就會看到 叫D冒號斜線 有沒有 什麼Python38 其實很簡單 就把它拉到最下面 然後就會看到 倒數第1 1行 就會有 不過還有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預設好像檢視 它不會自動換行 預設好像 不會自動換行 意思說它會折行到很右邊去 那就不會是這個位置 可能在另外位置 所以如果假設 你先檢查一下 檢視裡面有沒有自動換行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想 老師我拉到最下面 倒數第1 怎麼沒有看到那個 因為它就會變成 沒有折行 變成你要自己去這邊看 那太難了 我建議是直接 檢視 先確認有沒有自動換 有的話 你就把這個卷軸 拉到最下面之後 往上看 倒數第11行 然後很簡單 就把D改成C就可以了 那未來如果你說老師 我是1的話 你擺1 反正就入境 那你說老師 那我換一個目錄 可以啦 那不要弄那麼複雜 反正 不就D不就C 這樣就OK了 好 那最後把它存檔 完成 OK 很簡單吧 然後把它關閉了 接下來打開 理論上應該OK了 如果點開來 看到這個畫面 恭喜你 應該就正確了 但如果你們現在電腦 如果已經有了 假設你要練習就OK 那你如果不想練習 你用就點OK 其實 這個剛剛的重點 就是用Nodepay++ 編輯Spider的執行檔 把那個倒數第11行 改成C 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打開來之後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 理論上 因為我之前已經有做過 一個練習 所以它會幫我記得舊的 所以這個是舊環境 那如果你有舊環境 沒關係 你乾脆就先把這個先關掉 都沒關係 這些環境 理論上 我記得預設的那個環境 應該英文版 而且它底色不是長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相關設定的話 主要是可以從哪邊做設定 打開Spider之後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其實未來要相關設定 請各位找到那個 上面有一支板手 這個板手就是設定 就是偏好設定 有點像是Windows裡面的齒輪 那如果你要設定的話 其實裡面有哪些要設定 好像預設 我記得 它這個環境預設 通用的地方 好像 原來的language 好像是英文的 然後它原來外觀 好像原來不是長這樣 原來的外觀 好像 底色應該是這個 這個深色的吧 我記得長這樣 然後我把它改 改回原來的好了 往原來的狀態 然後把它重新啟動一下 OK 那當然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 我不習慣用那個英文環境 我想要用中文的 那可不可以幫我改成中文環境 那第二個的話 你說老師 我不太習慣用那個黑色的底 我想用白色的底 那要怎麼修改 主要修改的地方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可以從那個什麼 你看 這個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如果裡面已經有了 你就把它close掉 close 然後恢復成這樣 那你要設定 記得這個板手 按一下 比如說呢 這個環境現在英文版 我不要英文版 那你可以到那個general裡面 這邊有個advanced setting 有沒有 它這邊就出現 advanced setting 這個地方general 其實好像翻譯就是一般吧 然後advanced setting 從這裡 然後呢 把這個language 改一下 不過以前沒有那個繁體中文的 現在好像也是 那當然有簡體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看簡體中文 你也不排斥的話 相較於那個英文環境 好像會稍微友善一點的話 那也許我們就把它改成簡體了 第一個 那你可以按OK 那不過要重新啟動 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外觀 我把它按OK 但可能它這個應該是要重新啟動 好 這個是第一個 我的習慣 把它restart一下 按Yes 你會發現它重新啟動之後 它就會變成應該是 簡體中文的環境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看個人 我自己還是習慣白底 雖然一般根據調查 好像 白底好像對眼睛傷害比較大 黑底好像傷害比較小 但是就是習慣問題 習慣就改不了 所以你說為什麼 那個什麼 這個微軟resale 那麼花錢 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多地方不好用 但是為什麼 大家還是一直很 還是會一直用下去 主要的原因應該就是習慣吧 有沒有 所以一旦習慣之後要改 真的很困難 所以像我個人 Aspide打開來了 好 假設我覺得這個黑底看起來 就是不順眼 怎麼辦呢 沒關係 齒輪的地方 點下去 它這邊有個外觀 對不對 外觀我想要改 改成什麼 一般是這邊有這樣 語法高亮主題 有沒有 語法高亮主題 外觀這邊改成 語法高亮主題 這邊我習慣用這個 Spider 所以呢 假設你們是 黑底的話 你把它改成叫Spider 沒有Dark 它就會長這樣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不OK 你可以再去調其他的 這個好像感覺會 有沒有一個light 好像比較亮一點點 反正你又找一個 你自己喜歡的 OK 那這個其實沒有一定要哪一個 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用這一個 就Spider這個 OK 然後呢 它一樣還是要重新啟動 那我們就把環境先設置好 設置好之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開始來寫第一支程式 並且讓它可以Run OK 好 那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有關Spider的部分 先 打開 如果你是放C疊 如果假設你有重新下載 重新解壓縮的話 那你就是修改一下 然後並且設置一下 我這邊習慣上 是用那個 繁體中文 如果你喜歡用英文沒關係 第二個的話呢 齒輪這邊 外觀我習慣用白底 你們自己可以選一個 看看自己這邊一堆 一堆外觀 OK 你可以自己選一個 你自己比較OK的一個環境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開始撰寫第一支程式了 OK 那第一支程式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的 我們假設希望寫一個 簡單的 用Python幫我們做一個 簡單的加減乘除好了 比如說我希望兩個數字 一個A一個B好了 那A跟B相加的結果 幫我把它print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這樣蠻簡單的 當然你可以把加改成 減乘除除都可以 這個其實 運算的方式待會會講 其實就是運算值 所以請各位先確定一下 你們的環境 有沒有像我這樣子 OK Spider環境 這個重點 基本上就是這個齒輪 所以其他地方找不到沒關係 這個不是齒輪 扳手 扳手 按下去 裡面都有相關的設定 那還有其他這個什麼 剛剛沒提到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 像快速鍵 你如果要調配的話 或者你想知道 這裡面有哪些快速鍵 你也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然後它的什麼解釋 怎麼run run的方式 底下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這是Spider的一個 操作環境的設置 那這一個編輯器 好處就是 它還蠻精簡的 裡面該有的有 那不該有的其實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該有的 反正就是長這樣乾乾淨淨的 那那個證照考試的 他們就是用這個考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考試 用這個環境 應該也蠻習慣的 不然有時候 如果你用別的編輯器 突然換一套 雖然好像程式是一樣 可是你編輯器不一樣 有的時候你就會 就會覺得怪怪的 就跟那個e-sale一樣 如果公司它不跟你e-sale 突然給你用一套 liber office裡面的那個 換一個名稱 給你一套 它也要試算表 它問題 百分之95都一樣 其實累得一同 只是說你好像插入函數的時候 大部分都要自己打 它不能跳視窗 那你打完它還是會work 而且大部分的函數公司都一樣 可是你用不習慣 你就會覺得很難用 OK 好 試一下 待會我們就開始來寫個簡單程式 所以 試一下